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时间大概是十分钟 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色彩 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看到的颜色 就可以练习正念 眼睛所见跟察觉呼吸或身体是非常不一样的经验 但同样都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真真实实活在当下 我们一向非常依赖我们的视觉 不妨就把它当作休息正念的有力工具吧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这个练习 无论你是坐在书株前 正在搭公车 或是在街上走路 都可以随时花十分钟来练习 第二步 把觉知力放在当下 专注做几次深呼吸 感觉你身体所在的环境 把你的能量稳定下来 第三步 选择一个你今天要专注观看的颜色 可以先从红色开始 然后依照彩虹的七彩颜色 每天轮流用一个颜色来练习 第四步 找一样刚好是你今天选定的 这个颜色的东西 带着初见之心去观看它 好像你从来没看过这样东西 今天第一次见到 观察它的外观 还有它的大小 形状 第五步 一阵子之后 再找另一样东西 同样是这个颜色的 同样以这种方式观察它 第六步 继续做这个练习 同时注意自己的头脑 什么时候开始分神 只要一察觉到杂念出现 就把它拉回到呼吸上 用呼吸出入息 来作为觉知意识的定锚 你可能会发现 在心里默念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可以让你更专注 比如说 当你看到十字路口的红灯 不要马上把它贴上一个标签 叫做红灯 而是把它变成是 红色 八角形 文字 金属 第七步 这样持续做十分钟 然后把眼睛闭起来一下 做几次深呼吸 把这个练习放掉 回到平时日常生活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 完美疗愈 完美疗愈